就是說我光靠我自己的力量 當然贏不了總統大選 這句話講起來很簡單 可是做起來很難 那你朱立倫 你身為黨主席 你既然是總教練的話 那你要告訴所有的人說 那我要怎麼整合 我要整合誰 那我的能力 我有沒有這個能力去整合 目前看起來 連國民黨裡面挺郭跟挺侯的力量 朱立倫你都整合不了 那你要去整合誰 你覺得民眾黨柯文哲 那麼容易被你整合嗎 那你還是要整合新黨 還是要整合王建宣 那根本就已經是差不多是 跟共產黨差不多的力量了 從另外一面解讀 他的民調抗跌性很強 不管國民黨發生什麼事 他永遠都有一層 他永遠不會跌 簡單的事情複雜化 其中一定有貓膩 其實朱立倫講 說要整合一切非綠的力量 我比較認為他是在精神喊話 朱立倫還講說 光靠國民黨贏不了2024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非綠大聯盟 接下來還有可能有集結 這國民黨裡面都夠亂了 還會更亂嗎 這句話其實就是政治ABC 我想藍綠兩黨心理的盤算 一定是一樣的 就是說我光靠我自己的力量 當然贏不了總統大選 這句話講起來很簡單 可是做起來很難 那你朱立倫 你身為黨主席 你既然是總教練的話 那你要告訴所有的人說 那我要怎麼整合 我要整合誰 那我的能力 我有沒有這個能力去整合 目前看起來連國民黨裡面挺郭跟挺猴的力量 朱立倫你都整合不了 那你要去整合誰 你覺得民眾黨柯文哲那麼容易被你整合嗎 那你還是要整合新黨 還是要整合王建軒 那根本就已經是差不多是跟共產黨差不多的力量了 所以我覺得講這個都是跟厚厚做事情一樣 都是廢話 其實我覺得朱立倫很有趣 大家覺得他民調很低 大概一層 李政浩下他一層不變 我的看法比較不一樣 你從另外一面解讀 他的民調抗跌性很強 不管國民黨發生什麼事 他永遠都有一層 他永遠不會跌 侯友宜 郭台銘還會上 還會上上下下 朱立倫永遠不會跌 你不要小看 我不是在虧他 抗跌性強的好處是什麼 當你遇到大盤越不好的時候 他的這支股票就越突出 他的地基很厚 對啊 但是天花板也很低 所以我覺得 那是水腳股成為難 你說到你 黃靖民說地位是水腳股 黃靖民說那是水腳股 股票的概念 黃靖民不小心吐入心 你自己委得那邊越來越遠了 我這樣講 昨天黃建廷講這個話 我的邏輯很簡單 簡單的事情複雜話 其中一定有貓膩 為什麼說簡單事情複雜話 朱立倫要不要參選2024總統 一句話講完 可是他顯然沒有跟黃建廷講這句話 對 那他跟黃建廷講了很多 那黃建廷出來轉述多少 比如說假設朱立倫講十句 黃建廷是轉述五句還是十句 這個我無從得知 但是我只是覺得你把一個 要不要參選2024這麼簡單的事情 把它搞得這麼複雜 這其中一定不單純 要不要選 就很簡單 就像每次立委選舉的時候 都問我你要不要選 我說我就很簡單一句 三個字我不選 就我不用講那麼多 什麼無私無我 什麼的 沒有那麼多廢話 就我不選 三個字就結束了 好 所以我我仍然不排除朱立倫 還在2024總統選舉裡面 有可能出現機會 第二個 另外一個印證我的推論 就是說 這個制度搞得太多人為操作的空間 搞得太複雜了 你好 現在說國民黨 我們這兩天看媒體報導說 傾向於不辦初選 就是他那個初選所謂 就是民調的初選 要用徵召 那請問 如何徵召 誰來徵召 誰可以參加徵召 這三個問題 請國民黨回答我 你如何徵召 誰來徵召 誰可以參加徵召 如果一般 我們一般的認知 就是說你要參與徵召 就是你要進入這個比賽 你要報名 好 現在有報名的 有趙少康 有張亞中 有郭台銘 因為徵召的話 就跟黨籍資格 就比較沒有關係了 侯友宜沒有報名 那你要不要把侯友宜放進來 如果沒有把他放進來 又變成卡侯 你把他放進來也很奇怪 他就沒說要算 你把他放進來幹什麼 好 第二個 誰來徵召 黨主席 提名小組 都可以 我沒意見 但是如何徵召 你是不是要做民調 還是說大家關起門來 大家討論一下 幾個人關起門來討論一下 吹吹風 然後就決定徵召誰 所以因為你把制度搞得這麼複雜 這裡面人為操作空間就很大 那因為人為操作空間就很大的情況之下 朱立倫永遠保有一絲絲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簡單的事情 總統提名其實沒那麼複雜 他就是很簡單的事 你為什麼會把他搞得這麼複雜化 那你如果說 好 照朱立倫的說法 你如果六月完成提名的話 六月完成提名 那你要去整合所有非綠的力量 現在我們以國內來講非綠的力量大概就剩下 這個臺灣民眾黨 親民黨 新黨 對不對 好 那親民黨和新黨可以忽略 因為沒什麼都沒有到達這個政黨捕捉的門檻 好 臺灣民眾黨 那你跟柯文哲談過了嗎 那整合請問 整合政治上整合其實很簡單 講複雜很複雜 講簡單很簡單 就是資源的交換 你柯文哲一定第一句話 那你國民黨可以給我什麼 對不對 你要整合我力量 你要我好 朱立倫去找柯文哲的前提是說 我希望你民眾黨不要提名 最好柯文哲你不要參選 你支持我們當總統 好 那柯文哲想 那你要給我什麼 你有幾個選區要讓我 還是 因為柯文哲不可能 尋國際模式 把不分區放進去 不可能 那你幾個選區要讓我 這個有得談 而且這個時候就牽涉到 因為他是跟總統大選綁在一起 所以這不是黨主席說的算數 你還要跟你的總統候選人商量 因為這會關係到總統候選人的選情 所以這個事情 其實朱立倫講 說要整合一切非綠的力量 我比較認為他是在精神喊話 因為這句話一直喊到明年的一月投票 我看他也是在喊這句話 整合所有非綠的力量 但是事實上你並沒有任何整合的動作跟能力 那你如果總統提名不先搞定的話 你要怎麼去整合別人 你自己黨內都整合不了 你要去整合別黨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 要不要選還是簡單 一句話三個字就結束了 現在國民黨大亂鬥 所以大家看到機會的時候 就像這個魚一樣 就是或死人魚一樣 聞到那個血腥味 鯊魚就會蜂擁而至 王建軒跳出來開第一槍對不對 當然王建軒只是前菜 真正的那個男人韓國瑜 煮菜要上了 我跟你講我不是因為我很想念韓國瑜 所以一直講韓國瑜 我會滿想念他 大家都會想念我知道 可是問題是真的有動作 我一個個來跟他解釋 第一個葉寬石 葉寬石是百分之百的這個韓國瑜 韓國瑜在當高雄市市長的時候 他是副市長 葉寬石就在他的臉書 寫想選總統的人 請問你是哪隻劍 一隻穿雲劍千斤萬馬來相見 還是一隻穿雲劍千斤萬馬都不見 這句話很嗆 他直接跟問朱立倫 你哪隻劍 你有動員能力嗎 問洪友宜 你有動員能力嗎 問郭台銘 你有郭粉嗎 郭粉在哪裡 韓粉才是王道 講完這下面 全部貼韓國瑜的照片 苦民所苦 的人出去 貨出去發大財 什麼東西的 所以確實 葉寬石 他不會沒事貼這個文章 這是其一 其二 韓國瑜竟然辦了實體活動 前兩天 就是在禮拜六 禮拜天之後 在台南有 韓國瑜之友挺韓大會 在台南舉辦 而且舉辦 他們在住一間餐廳 而且這餐廳定了十幾二十桌 然後你看現場揮舞著韓國瑜的旗幟 口號就是韓國瑜選總統 韓國瑜還錄影來出席這個活動 我就問個很簡單 如果今天沒有人去舉辦這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誰買單 這是很現實的 我今天辦一個餐會 我不管是十桌也好 二十桌也好 我賺再便宜的 一桌三千四千 我十桌也要三萬四萬 我二十桌就六萬八萬的 請問誰買單 如果沒有人運作這些東西才會動 所以組織活動才會出來 第三個更有趣的 國民黨的台北市黨部主委 黃旅錦盧最近不是傳眷情嗎 他不太想參加這個想要辭職 後來不是後來說 朱立仁不斷跟黃旅錦盧溝通 溝通完後黃旅錦盧 免為其他留任 結果黃旅錦盧首先受訪之後說 其實不是朱立仁跟我溝通 是韓國瑜跟我溝通 所以韓國瑜其實也是有安排一些盤算 但是我的問題很簡單 你如果知道告老還鄉的話 台北市黨部主委是誰 關你什麼事 你為什麼要把手伸進黨務裡面 對不對 這很奇怪 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 他不僅把手伸到黨務裡面 還真的給他運作成功 讓黃旅錦盧留任 而且黃旅錦盧還願意承認 這是韓國瑜瞧的 不是朱立仁瞧的 對不對 所以韓國瑜在這邊 也是蠢蠢欲動了起來 所以你看韓國瑜在這一局裡面 他或許不能當總統 可是他可以變成壓垮任何一個人的 最後一個道理 他挺誰其實來講是蠻重要的 他挺誰對方就倒 我很簡單嘛 他今天挺郭的話 侯怡就倒了嘛 他挺猴的話 郭台銘就倒了嘛 他挺朱的話 猴跟郭一起倒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很有趣喔 你郭台銘如果 朱立仁雖然嘴巴上說 我絕對不會納路 絕對不會納路 可是問題是如果韓國瑜蔣醫生 我認為朱立仁最有正當性 又不用落跑 然後又是黨員 韓粉就過去囉 對 韓粉全部過去了嘛 朱立仁就從這個 敬平哥講的水餃 水餃股 我是說股票 翻身了吧 韓國瑜交下去 怎麼樣也從水餃變蝦仁水餃啊 對不對 韭菜蝦仁水餃 高級多了對不對 所以韓國瑜是很特殊的一個存在嘛 他沒有辦法自己當總統 可是他絕對有 左右國民黨選戰的關鍵嘛 所以我們來密切觀察 那個韓國瑜會不會出來